欢迎来到他乡明月 听三小姐给你讲述一个真实的美国 嗨 听到我是你的亲人和朋友 开学快乐呀 我是三小姐小脸 哎呀 两个多月没做节目了 还真有点不适应 今儿是2024年8月31号星期六 今儿呢我就记录一下我最近的心情吧 这个星期呢我们开学了 刚过去的这个暑假 我基本上都是在国内 陪了我老妈一个多月 真幸福呀 日子过得可悠闲了 散散步聊聊天 看看电视连续剧 一天就那么过去了 这乍一开学 也还是有点不适应 嗯 说起开学呢 我猜每个父母的心情 大概都是不太一样的 要是孩子还小 当爸妈的应该是松了口气吧 是那种 哎呀 终于把神兽又送进校园里了 的那种轻松 要是孩子在读中学 孩子怎么样先不说 当爸妈的可能就没那么轻松了 一想着很快就要中考了 或者高考了 就不由人不着急 对吧 可是呢 孩子要是上了大学 那当爸妈的就算彻底是解放了 终于可以过真正的二人世界 我猜差不多都应该是 兴高采烈的吧 当然那种特别黏着孩子 孩子一走就心神不宁的父母 就另当别论了 我呢 当然是属于兴高采烈的那种啊 上个周末 我们刚把老儿送进大学 这下我终于是彻底解放了 终于不用 事事都围着孩子转 做什么 都得以孩子的时间表为准了 和我这两天见到同事 问起我空巢的心情 我一律说好 我家老大还很贴心 怕我们不适应 专门打电话来视频 打算安慰我们一下 其实我是觉得真好 完全没有不适应 当然我们家老大的举动 我也完全能理解 毕竟 我们老二走之前 我老公是哭了的 嗯 说实话 我们大家都没有想到 他会哭 哎呀 搞得我们都很surprise 就是很出乎意料 说起这事还真挺意外的 你知道在我家呢 很早以前 孩子们出门 就是自己收拾行李了 所以准备去上大学的行李 都是他们自己的事 各种上学要用的东西 都是他们自己列单子 自己上网订 然后自己打包的 那我们老二回来的这几天呢 就一直在忙这事嘛 加上 他从国内一回来 就一直闹肚子 也不跟我们一起吃饭 所以呢 整个上大学的准备过程里吧 我们就说不上话 眼看着第二天就要走了嘛 前一天晚上 我就和我老公 把孩子叫下楼 想着坐在一起 把该嘱咐的话 再嘱咐一下 这也算是常规操作 对吧 我想 家家都会有 类似的谈话吧 那我们家老大 当年走之前 也是这么做过的 不过当时呢 可能他是 家里第一个上大学的孩子嘛 我们都很兴奋 再说老二也还在家 那我们做父母的 就完全没有伤感的情绪 倒是老二 舍不得他姐姐眼泪瓦唧的 我以为呢 这次也会和上次一样 一家人说说话而已 但我老公的反应 真的出乎我们的意料 你们知道他这人还挺认真 提前把要说的话呢 简要点写在了手机上 当然一开始 他是笑着说的 他只是有点语无伦次 绕来绕去也没听明白 他到底想说啥 我和老二就 无可奈何地相视而笑 他被我们嘲笑了之后 就赶紧翻笔记 再一条一条地细说 他的话呢 总结起来就是几个意思 首先 安全是最重要的 无论什么时候 都以自身的安全为重 其次呢 上大学以后要好好学习 天道酬勤嘛 选的课呢 也要有规划 不能盲目 第三就是 禁猪着吃 进墨着黑嘛 所以交朋友要谨慎 绝对不能碰毒品 第四 要敢于尝试新鲜的东西 不要怕不懂 第五呢 就是要自信 不要枉字 一致的人 很少有这么感性的时候 搞得我和孩子 面面相觑 不明白他怎么 就突然这样了 可是呢 看着他真情流露的样子 哎 惹得我们也是 鼻子酸酸的 眼看着我家孩子 也快奔不住 要哭了 我赶紧打岔 笑着问他到底怎么了 他忍了半天 红着眼睛站起来 给了老二一个 长长的拥抱 说 我这是为你高兴 这几年你做得很好 非常不容易 这倒是实话 老二这几年 在高中的成长 的确是非常明显的 昨儿和一个同事聊起来 他还在夸老二呢 而且你知道吗 我同事居然很理解 我老公当时的反应 说很惊讶 我为他的哭 而感到惊讶 对了 他也是一个爸爸 他儿子还在我班上 上过中文呢 看来男人 还是容易理解男人 跟女人到底是不一样的 说到家庭会议嘛 我这个当妈的 当然也是要嘱咐几句的 不过跟我老公的 相比 他就比较理性 我就比较感性了 我当然也数了好几条 第一条和老公是一样的 就是安全和健康最重要 这个健康要包括身体的和心理的 第二条呢 我说 你以后肯定会遇到很多问题和坎坷 要直面这些困难 做出自己的决定 而不是人云亦云 但是一旦做了决定呢 就要承担后果 所以呢 在做决定之前 要三思 其次呢 我希望他能够结识很多朋友 接触各种背景的人 最好呢 能找到一个喜欢他 他也喜欢的 能有一段罗曼史 说到这儿 我老公给我翻了个白眼 我孩子也是笑得无可奈何 不过我 这真的是我的真心话 我真的希望 他能在最美好的人生阶段吧 遇到最美好的爱情 毕竟 大学时候的感情 还是很单纯的 你说对吧 还有呢 因为我家孩子的名字 就是大鹏鸟的鹏嘛 所以我就告诉他 你就像大鹏鸟那样 能飞多远就飞多远 想飞多高就飞多高 可是呢 一旦你觉得累了 就可以随时回家来休息 我们呢 就是他身后的大树 永远都会支持他 最后我希望他能够找到一个 自己喜欢的运动项目 能够陪伴他终生 因为我非常清楚地明白 自从孩子上大学 踏出家门的那一刻开始 他们就会离父母越来越远 能陪伴他们的 只有他们自己 那一项好的运动 真的是能够收益终生 不知道你对 即将离家上大学的孩子 都说了些什么 或者你想对他们说些什么 但我想 作为父母的全权之心 应该是差不多的 对吧 这场谈话一结束呢 第二天 我们就 送他去大学了 老二的学校呢 离家开车 六个小时左右吧 一天轻轻松松就能到 而且还有时间 去了一家意大利饭馆 消消停停地吃了个晚饭 那家饭馆的菜还不错 虽然每道菜都放cheese 就是来了 但不难吃 现烤的那种小面包 味道尤其好 通心缝里的虾和鸡肉的味道 也还不错 再过了一天去学校的 那天早上吧 出门就是大雾 哎呀那是我见过最大的雾 能见度只有 五十米左右 我们是打着车灯在雾里穿行啊 那感觉是 有点鲜又有点魔幻 开了十来分钟吧 转了一个弯 突然就云看雾丧了 那校园呢也就近在眼前 那家大学是1861年建校的 已经有160多年的历史了 学校里的建筑呢 就像一座一座的城堡 很有欧洲的古风 那一进校园呢 各个宿舍楼前 都有一群学生在一心 取着喇叭又跳又叫 每过一辆车都会欢呼 要搞得我们受众若惊呀 我们家老二是第一批入住的新生吗 我们跟着指挥把车停在楼前的大草坪上 的时候 太阳刚出来 草坪上的露水在阳光下亮晶晶的 老二呢用了今年流行的行李包 就是有点像我们以前用的塑料的那种编织袋 只不过是长方形的 很能装东西 用完了一辙 还不占地方 他呢背着鼓鼓囊囊的书包 挎着小袋子 拎着沉甸甸的吉他走在前面 他爸爸喊了一声 回头的时候给抢拍了一张照片 算是上大学的第一张流影吧 他的宿舍在二楼 他室友已经来了 他们呢一家四口 我们一家三口 地上又堆着各种行李 就挤得不行 所以老二让我帮他把床铺好之后 就赶我们走 他要自己慢慢收拾剩下的东西 原本呢我们也是说好 放下他就走的 可是不知道怎么回事 就莫名的不放心 我就和我老公又跑到最近的商场 给他添置了点小东西 然后呢拉着他去吃饭 老二呢他不想到校外去吃 正好学校今天呢 是给家长管午饭的 我们就去他们的食堂了 送便呢也能看看他们的伙食 你别说他们学校食堂的饭 正经还不错 当然也有可能只是今天不错 但是看他分了好几个区域 沙拉是沙拉 热菜是热菜 什么披萨呀汤啊 咖啡饮料水果和甜点 都是分开的 不管味道怎么样吧 至少品种还挺多的 对了他们那儿还有一个 Global的柜台 我还跟孩子猜 会不会有中国餐呢 说起来我特别喜欢 他们食堂里的桌子 拾木的 不规则的造型 又光滑又别致 真的特别好 那吃完饭呢 老二就又跟我们回家 说什么都不让我们再陪着了 我和我老公就磨磨蹭蹭的 跑到他们图书馆 去消磨了一会儿 他们的图书馆又大又宽敞 设计和装修特别精美 你看照片就知道了 当我们从图书馆出来 就再也找不到理由 在那耽搁了 就只好跟孩子道别 我呢抱着他 祝福他 不管有什么事 随时给我们打电话 发邮件 他呢 把头埋在我肩膀上 边点头边警告我 你可不许哭啊 我笑着放开他说 我才不会哭呢 养你们这么大 不就是为了这一天吗 虽然如此啊 但说实话 心里还真舍不得 你看就这样 我们就空肠了 这也才一个星期吧 感觉还挺舒服的 我们学校开学了 但我再也不用操心孩子的事了 所以这个开学季度来说 还是有那么一点不同的 你呢 你家里还有上学的孩子吗 在这个开学季 你的心情又是怎么样了呢 期待在评论区看到你的留言呀 好 那今儿有关开学季 空巢的心情记录 就先到这儿 真心感谢每一个收听这个节目的朋友 你的支持和陪伴 是我继续下去的动力 生活中呢 总是充满了新鲜的变化 那咱们也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